除了发放和热食供应之外 帐篷区的疫诊今天当然也照样进行 来自台湾和马来西亚 这一团有八位医师 一次排开中西医各种治疗 统统提供 等待物资发放的队伍医序排列 小教室里疫诊也同步进行 集结来自台湾七位医师 一位马来西亚医师 慈继正在医疗团中西医首次大集合 像今天来看的人很多 所以这样的感觉 这种teamwalk的感觉非常的好 准备的药很充足 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是 这一次有两千多户 再加上这边的难民 其实说我们准备大概有六百人 都一个药混在这个地方 看诊人数多 当地医师 护校学生 翻译职工 也一起加入 贡献所能 还有这位来自台湾的刘真梅 在尼泊尔看到来自台湾的慈祭 觉得倍感亲切 因为发生强症 跟着先生回家探亲 既然有医护背景 毫不考虑就穿上志工背心 我不知道我看能帮忙什么 我就帮忙什么 目前赖医师叫我来这边帮忙 我请我先生翻译 学校长地翻译者 没有冷冰冰的问诊间 就像好久不见的家人一起聊聊天 单行谱书辈李明华 尼泊尔报导